印度生产商为何敢公然与美国作对 使用人民币和俄罗斯进行贸易 俄罗斯为什么要在军购中屡屡收印度高利贷 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有多远 美元霸权是不是真的在走向灭亡 那么话不多说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来黑一黑 就在前两天的7月1日 印度最大水泥厂商超科水泥 进口了1.72亿元的俄罗斯煤炭 进口总量达到了15.7万吨 并且这次是使用了人民币进行支付 印度用人民币和俄罗斯买东西 好嘛前所未闻的大消息 美国作为印度的大霸 现在美元的印度人都不用了 开始头奔兔子了 这还得了 其实在这事之前 俄罗斯就自信过印度国防部 要让印度人用人民币来还击一换 这个击一换也不多 13个亿的美元 当时俄罗斯是被美国制裁的这么一个状态 美元是没法转 卢布是没法还 最后俄罗斯就想过用人民币来还 结果这事当时印度政府没怎么定的 印度网友就不行了 有人就表示要一步换物的 还有说绝对不行 必须发展卢布的 最后反正是闹了个不愉快 回到这事上 就印度厂商用人民币买俄罗斯煤炭的事 反正一出来就炸锅了 咱们都知道现在国际上主流的消费方式 其实都是在用美元进行交易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美元霸权了 简单给大家说两句 这个美元霸权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最开始那时候并不是美元一家独大的 那时候是英镑法郎和美元三家打成一片 但是二战之后 因为有了布雷顿森协议 这才让美元取代了英镑的地位 从而变成了全球货币和石油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 这美元就自然而然的打着贸易的旗号 疯狂的向世界输出 然后再利用美债造成美元的回流 这也有个能够 其实购买大多数美元国债 我猜猜是美国自己的 简单来说 美国人依靠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自己应钱自己花 到其他国家消费了 什么经济危机 疯狂应钱抵消影响了 没事给大家流浪汉发点钱了啥 又扯远 有人可能就要说 为什么印度人他不用卢布和俄罗斯买煤炭呢 这个呢 很简单 一个是卢布太不值钱了 万一印度人又想和当年苏联刚解体的时候 啃俄罗斯一把 说是要用卢布买点煤炭 先设账 等到时候卢布再贬值了 再缓账了 俄罗斯不得气疯了 想当年 美苏两大阵营都疯狂拉弩印度 美国这边头项目 苏联就给印度武器装备 当时的印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跌的存在 苏联当时对印度的援助粗略统计就有上百亿卢布 那时候的一卢布还能换一美元呢 结果呢 没多久 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作为分家大户虽然地广 但是经济也是一片黑洞 就寻思着和印度商量商量 看给之前我们援助你的钱 啥都还一还 也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整了个休克疗法 让国内通胀十分严重 一美元就能换几千卢布了 卢布这玩意属于给狗狗都不用 但是呢 印度人这时候就抓住了机会 当初我不是借了你们俄罗斯几百亿的卢布吗 我现在马上就把卢布还给你们 就这么的 印度人将狗这事研绎的是淋漓尽之 人家苏联时期都快把你印度当准盟友了 你现在称人病是真要人命啊 那后期俄罗斯也不用一艘航母 狠狠地和印度收了一碗高利贷 印度敢和俄罗斯用人民币做生意 也正是因为和俄罗斯有传统友好的关系 再一个就是俄罗斯现在 可以说是只能使用人民币了 这一切还是因为俄乌冲突造成的 美国在俄乌冲突之后 种种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支持人民币也是理所应当的 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说 还比较稳定 一直在6.3到7.2之间徘徊 俄罗斯和我们的关系又是非常密切 种种贸易使用人民币和我们进行交易 那还更是一好事 所以俄罗斯自然允许了印度使用人民币 印度生产商主动使用人民币 其实也有自己的小算法 尤其是俄乌冲突突破坏 美国更是利用美元霸权 不断地对俄罗斯施压制裁 其他国家看见俄罗斯的情况心里能不得上吗 再加上我们大国印度 曾经的第三世界国家 那是上不福天下不看地 能让你别人这么轻易拿捏我吗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臆想 反正去美元化在目前全球形势的影响下 也逐渐变成了多国头等的大事了 不光说俄罗斯了印度了这些国家 就连美国的好盟友以色列 也在考虑把人民币纳入去外出 这足以看出全球各国对人民币的认可 而且最近的数据啊 就在6月30号时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第一季度 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为2.88% 虽然目前还是美元一家独大 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人民币国际化会做得越来越好 用人民币购买商品的行为 也会越来越常见 在这里希望我们的主播越来越强大 喜欢的快乐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关注,转发 那么下期观众反应 再见